在台湾赏鸟观赏黑面皮鹿是每年不可少的重头戏 每年的10月到隔年2、3月是黑面皮鹿来台过冬的季节 专家观测,2022年由于没有长期强烈寒流 加上食物来源稳定 来台过冬的黑面皮鹿比往年同期多 大概有1505只 全身白色羽毛,一张琵琶般黑色的长嘴 这是黑面皮鹿的正字标记 黑皮的长嘴很像中国乐器的琵琶 而有了皮鹿的美名 也因为它的姿态优雅又被称为黑面天使 为增加黑皮鱼园 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进行实验性生态养殖计划 但是今年的气候比起往年相对稳定 就是比较没有强烈的寒流 所以黑面皮鹿它可能比较没有往外处扩散 我们透过养殖湿木鱼 然后在冬天在10月以后 11月以后我们就把这个水位放低 然后可以提供黑面皮鹿跟很多的候鸟来觅食棲息 今年我们最大的数量是比往年都要来得多 达到1505只 食物链能够达到平衡 所以黑面皮鹿 充滞在台湾的数量也会比较多一点 黑面皮鹿分布在亚洲东部 温带地区属于东亚地区的特有鸟种 全球大约有2693只黑面皮鹿 58%会飞来台湾过冬 其中大部分在台南栖息 以北的七股黑面皮鹿主要系细为主 那其他的还有地方是 像陈溪里的蔡谷良庙的附近 还有陈溪里冯化炉的附近 那最北的地方还可以包括到雪甲的湿地 那最南也可以包括到高雄的前进湿地 专家建议每年的10月到隔年2、3月 是黑面皮鹿来台过冬的季节 如果想要观赏黑皮的民众 不妨抓紧时间 新唐人亚太电视使劲往台湾台南报道